据中评社5月27号报道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 近日在接受美媒福斯新闻访问时提到 北京趁国际社会忙于抗议时 推动制定港版国安法 下一步可能会对台动武 蔡英文今天赴民进党主持中职会受访时也表示 现在情势是要高度注意的情况 我们确实要求相关单位跟部门 对整个情势发展和预判都要加紧来做 可见最近大陆一系列的相关举措 在台湾当局引起了不小的动荡 港版国安法的出台就表明 国家在香港问题上拿出了霹雳手段 这等于告诉港独分子 国家安全 国家尊严 国家主权是不容挑战的 无论任何国家在后面撑腰 无论什么人 如何想不通 在香港 今后就得按这个章承办 谁要犯了这个法 谁就会立即受到法办 如果港独分子不信 还要以身试法 那就可以明确告诉他们 国家对这种卖国求荣 卖身投靠 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今后的惩罚一秒钟也不会耽误 这两天 有极少数港独分子又在打砸商店 以示不满 但是这样胡闹之后 还可以逃之夭夭的日子 已经屈指可数了 尽管美国气急败坏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跟着起哄 甚至有人威胁 不再把香港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区对待 将取消关税优惠待遇也无济于事 帝国主义应该明白 今天的中国不是过去的旧中国 来几条破军舰 架几门烂大炮 就能让中国屈服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无论是在南海 钓鱼岛还是香港 在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问题上 美国人的缩时 搅局 威胁 都没有让中国退缩半分 在南海大规模吹杀填海 建设军事设施 在钓鱼岛实现事实上的控制 在港岛立法严惩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都是中国捍卫核心利益的精彩表现 为什么在帝国主义列强面前 今天的中国表现得如此强硬 如此毫不妥协呢 这是因为中国发展了 中国拥有至少毁灭美国一次的核打击能力 中国拥有对任何国家实施远程打击的本事 中国拥有在近海作战的绝对优势 因此 在台湾问题上 中国会让美国得逞吗 中国会容许两岸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吗 绝对不会 而且中国的忍耐已经快达到了极限 吴钊燮所说的 下一步大陆可能会对台动武 目前来看 在蔡英文的这个任期内就很可能发生 第一 大陆的决心已经公之于世 国家明确表示 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复兴的必然要求 中国从来没有离复兴的伟大目标这么近 也就是说 中华复兴近在眼前 中华复兴必须统一台湾 因此 台湾回归不会久拖不绝 这代人就要彻底解决 第二 大陆的态度已经明白无误 国家领导人说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摇 这个意思再明白不过 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 那就有天崩地线的危险 上一个四年 国家采取的是中断对话 国际打压 这种相对比较温和的手段 后四年可能就要兑现这八个字的预言了 我们只要观察国家在南海 钓鱼岛 香港问题上 毕敌万军 延出必行的斗争记录 只要观察国家在党风建设 反腐畅联 军队改革等方面 延必行 行必果的施政风格 就会很自然地推论 在台湾这个国家最高核心利益问题上 不必怀疑国家的警告必会兑现 第三 一个中国原则已经遭到破坏 大家一定要明白 一个中国原则实际上是中美两国的政治话术 中美双方建立外交关系 是建立在美国承认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的 这也是战后和中美建交后 美国历届政府坚守的原则 但是这个原则目前已被美国毁气 美国的一系列为台独势力打气的政策和法案 我们就不说了 单说蓬佩奥直接称蔡英文为总统 并公然发去就任贺电一事 再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公然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一事 就说明美国已经完全抛弃了一个中国原则 连一点最起码的伪装都不要了 这个举动可以说 惊得美国历届总统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因为一个中国的政策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块基石 它的动摇必然导致地动山摇 因为中国只剩下两个选择了 一是与美国断交 二是收复台湾 如此才能为中美双方找到台阶 才能解决国家的战略不安 这个道理连我们这些普通草民都看得出来 国家的智囊团队怎么会看不出意识不到 从中美贸易战 从中美抗疫斗法 从香港问题处理 都可以看出 国家智囊和决策团队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 正确处理中美关系上 具有过人的胆略和智慧 台湾问题又岂可例外 愚蠢的美国人本来是想长期分裂中国 结果却是加速逼中国统一 每一次他们都是以失败告终 可是他们就是不接受教训 捣乱失败 再捣乱再失败 美国人基本上没有逃脱这个著名的公式 说美国有很多战略研究的专家 我看未必 第四 台湾有些人把事情做绝了 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 国民党主流意见 也是不想承认九二共识 就算勉强承认 也是曲解了九二共识 而且这两党是一致不接受一国两制 民进党是民独 国民党是巨统 所以大陆对台湾政党 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 特别是这一次大疫天灾 连日本人都知道伸出援手 连美国的企业也知道回报 唯独台湾当局 极为冷血的一只口罩不给大陆 却给美日提供了数千万只口罩 这件事可以说是彻底丧失底线 丧失人性 丧失了最后一点念想 这个举动已经使他们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而且疫情爆发之后 整个民进党当局对疫情进行政治化操作 试图利用疫情去隔断两岸各方面的联系 去搞所谓的台独或者独台的策略 像从经济上 人员往来上等各个方面切断两岸的联系 这使得大陆民意 特别是网民民意出现了变化 两岸之间武统的声音在不断升高 民进党当局和岛内不良媒体一直在操弄仇恨 对于两岸民间对立情绪的升级 有着非常恶劣的影响 第一点 操弄的是仇恨中国大陆 说中国大陆随时可能会对台湾安全产生影响 可能对台湾进行所谓的侵略 通过这种仇恨 民进党当局试图把两岸关系的性质扭曲 把国家统一的正义大业扭曲成为大陆侵略台湾的行为 这本身是胡说八道 但在其长期洗脑下 对岛内社会产生了比较恶劣的影响 第二点是操弄台独民粹主义 比如对于滞留在武汉的台胞 甚至都采取了敌对的态度 台湾当局对不良媒体的纵容 其实就是把整个台湾同胞分成几大类 分成了三六九等 在台湾岛内 固守在岛内的这些人 尤其喊台独的这些人 说你是爱台湾 到大陆去打拼去发展的同胞 就说你不爱台湾 综合以上分析 大陆只要腾出手来 蔡英文恐怕就要大难临头了 大陆的政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一方面常规的讲话谈话 会保持既定语言规范和政策延续 一方面在党的政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中 一些新的提法字眼的改变 都预示新的政策的形成 所以蔡英文520讲话之后 虽然国台办的发言人 给予了例行的批驳 两会期间的各种谴责之声 都还沿袭了一贯的政策立场 但是一个刚领性文件 也就是政府工作报告 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 出现了措辞的变化 今年没有提到被民进党否认 被国民党歪曲的九二共识 在促进统一的表述中 没有了多年不变的和平二字 这意味着什么 大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特别强调 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 而没有任何与对岸政治力量 共同坚持某些政治共识的表述 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第一对台湾的政治人物放弃了幻想 第二对台湾人民将更加有爱 第三反对台独促进统一 不再是单方面的强调和平 按照国家近年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 言出必行的风格看 蔡英文看到这样的表述 应该汗流加倍才对 所以蔡英文即将大难临头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了 再次进入了一个标志性的风格